我就任總統將近滿一個月 今天我要宣布總統府將成立三個委員會 替國家發展擬定戰略 與民間力量展開對話 和國際社會深化合作 更為未來的臺灣展開行動 臺灣的戰略位置坐落在全球最繁忙的航線 我們的樞紐地位是世界民主防線的最前緣 我們的先進供應鏈 更是下一個世代科技發展的關鍵 現在的臺灣已經是世界的臺灣 任何發生在臺灣的事情 都有可能影響到全球 也因此臺灣的議題已經是國際議題 而所有國際的議題也是臺灣的議題 當前氣候變遷 社會韌性 以及健康促進是全球關注 也是影響國人最重要的三大議題 為了因應這些挑戰 也為了和其他國家共同合作 我決定在總統府成立三個委員會 由我擔任召集人 凝聚政府和民間的力量 為國家為世界提出更強而有力的解放 首先氣候變遷與極端氣候的衝擊 絕對是全人類所面臨最大的挑戰 在2022年聯合國的聯度報告 就曾經指出 如果不採取積極的行動 在這個世紀結束之前 地球平均溫度可能上升摄氏2.8度 而在2023年我們已經迎來有觀測紀錄以來最炎熱的夏天 聯合國顯示 不只是全球暖化 我們已經進入全球沸騰的時代 世界氣象組織則統計 去年亞洲是氣候災害的重災區 我們必須正視氣候崩潰的急迫問題 而全世界的國家都必須攜手合作 面對全球性的氣候變遷 我們要用更快的速度 更強的力量 以及最積極的態度來處理 無論是臨近的日本韓國或是美國等先進民主國家 都在總統或總理層級 成立因應氣候變遷的單位 採取積極的作為 因此我將成立國家氣候變遷對策委員會 並由行政院鄭立軍副院長 中研院廖俊治院長 核碩聯合科技同指選董事長擔任副召集人 要從國家視角的氣候治理 進行國際的合作 臺灣不僅要持續推動能源轉型 更要實踐綠色數位雙軸以及公正轉型 我們不僅要落實淨路徑 更要在打造永續綠生活 綠色金融的基礎上 調適環境潤性 邁向國土永續 我更要強調 二零五零淨零轉型 已經不再只是一項理念倡議 而是一個必然的未來 這條路徑非常艱困 所以我們更要面對現實 號召全民努力 我們必須有更完整的策略 提供企業和人民依循 並從能源產業金融以及日常生活等方面來進行變革 其次面對地震氣候變遷所帶來的嚴重災害 臺灣更必須加緊腳步 強化社會整體的韌性 同時世界也都在關注 臺灣如何能夠展現強大的自我保護韌性 來嚇阻區域中破壞和平穩定的野心 只有整個社會都有強韌的自我防衛意志 有對自己堅定的信心 才能因應各種災害和風險 讓臺灣持續壯大 就在前幾天 G7領袖發表公報 再次強調臺海的和平穩定 對國際安全及繁榮不可或缺 這代表 強化臺灣社會整體的韌性 就是提升臺灣的安全 而強化臺灣的安全 就是強化全世界的安全與繁榮 因此 我將成立全社會 黃衛潤性委員會 並由蕭美琴副總統 總統府潘孟安秘書長 國安會吳釗謝秘書長 擔任副召集人 居安思維 有備無患 我們要讓臺灣有更堅實的力量 人民有更堅定的信心 在國家面臨緊急狀態 或天然災害的時候 政府和社會 能夠維持正常的運作 我們要擴大名利的訓練與運用 加強物資整備與衛生配送的系統 強化能源及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 更要健全設服醫療網路和避難設施 也要確保支通、運輸及金融網路的安全 我們有必要進行全方位的盤整 更要提出對策、解決問題 來強化我們的國防、民生、防災、民主四大潤性 打造強而有力的民主社會 不只要守護國家安全 更要維護區域的和平穩定 最後 我將成立健康臺灣推動委員會 因應全球後疫情時代的挑戰 近年來不論是對抗生素有抗藥性的超級細菌 來源不明的跨國疾病 或是國人死因之首的癌症 都是威脅國人的重大挑戰 我們打造健康臺灣的願景是 要讓人民活得長壽又健康 未來健康推動委員會 將由健康臺灣推動聯盟召集人 陳志宏醫師 國家生技醫療產業策進會 翁企會會會長 行政院陳時中政務委員 擔任副召集人 我們要通過健康憲章 推動健康臺灣生根計畫 我們要提升環境 留財真財 我們要優化健保永續經營 我們要推動全人健康照護模式 加速智慧醫療的應用 我們更要成立百億癌症新藥基金 全力推動國家癌症防治計畫 我從未忘記 我身為一位醫生的使命 我希望逐步打造減少不健康的餘命 增加健康餘命的臺灣 未來我們一定要透過各項行動 來促進全民的健康生活 提升全民的照顧 也讓臺灣接軌國際健康永續發展 我們更要展望國際的合作 建立後疫情時代的全球關懷 這三個委員會 不只代表著執政團隊一體 跨部會同心 更代表著跨部門 跨領域 公私協力的精神 這三個委員會 將每季召開一次會議 我們會建立有效力的溝通平台 凝聚社會共識 並且積極落實於行動 藉由慘 官 學 言 和民間的力量 我們可以更有效的因應全球議題 讓臺灣的策略成為世界的解方 國際社會現在是牽一髮動全身 臺灣每前進一步 世界就向前一步 臺灣有能力 有技術 有經驗 可以跟世界分享 根據去年經濟學人資訊社 以及今年亞洲公益事業研究中心的評比報告 臺灣是亞洲最民主和最慈善的國家 我們的民主成就和良善力量 獲得國際社會一致的肯定 我相信 當我們積極落實 2050靜靈轉型 響應全球的安全互助 國人更健康 國家更強 都能夠讓臺灣擁抱世界 也讓世界擁抱臺灣 我要告訴大家 這些全球性的問題與挑戰 都需要耗衛大量的心力 長時間投入資源才能見效 但是我們今天不開始行動 明天進度就落後 所以現在就是行動的時候 今天政府扛起責任 帶頭做起 我們有決心 也有信心 帶領國家邁向更好的未來 也讓世界的臺灣 更好的臺灣 繼續造福全世界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